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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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进城务工 留下来种地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老王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老王也曾想过购置农机减轻劳动强度 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今年七十六岁了 我今年七十六岁了 整都再装了三年 花几十万买机器是花不来的 老王种麦子 一亩地只挣不到一千元钱 而要想收回购置农机的成本 则需要十多年时间 这笔投资对已经七十六岁的他来说 并不划算 那能不能租农机干活呢 其实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 宝映县就成立了农机跨区作业合作社 赢得了扬州麦克的美名 但是 相比于在本地干活 扬州麦克更愿意去外地挣钱 究其原因 就是本地农户家的地面积太小 干活不划算 偶尔同意来干活的麦克 都是因为农户出了比市价要高的费用 大户收购的时候 具体的五十块钱就购了 跟小农户具体要收七十 是有几毛毛的 它购得快 它要省油 给小农户 它要堵蛋糕四江 无论哪一个款机 它的城门 都要比大户高 可是现在 就算是愿意出高架 还是请不来麦克 村民王华堡 也因为麦克爽约 而陷入了困境 不过眼下 王华堡还有一件更头痛的事情 他的研究生儿子竟然不打招呼就退学了 理由是要回家当农民种地 眼前这个正在地里干农活的年轻人 就是王华堡的儿子 王宇森 2019年 王宇森大学毕业并考上了研究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王宇森放弃读研究生 回家种地呢 其实记得小时候 刚回到家乡 那时候的农民 是非常累的 一口袋一口袋地去把粮食背出去 原来 为了让儿子成为城里人 王华堡很早就进城务工 还让儿子在城里上了学 但每逢寒暑假 他还是会带着儿子 回农村住上一段时间 看着辛苦劳作的农民 年少的王宇森 很是心疼 为了抢收小麦 他们从早上就下地干 一直干到晚上 甚至干到深夜 虽然累 他们脸上那种笑容 是真的是发自内心那种笑容 我想让他们更加开心一点 去享受这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还是对农村老印象 老观念 累得要死 但是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呀 没有年轻人 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 我就是想 实现我自己心里一种 就是非常轻松的一种农业模式 王华宝知道 儿子退学种地 是为了更多的人将来种地不再劳累 尽管心有埋怨 尽管心有埋怨 还是选择了支持 大学生回来种年 你讲没用 我心里总是高兴的 可是怎么才能把种地 变成一件轻松的事情呢 机械化生产 是王宇森的第一想法 但他知道 农户单独采购农机的性价比 实在太低 在农村嘛 本来种地 就是收入不是很高 你让他再去说 花个几万十几万 去把自己的设备给换了 可能到最后 种了十几年地 才把个设备 才给种回来 一方面是农机太贵 一方面是人工种地太辛苦 面对这一矛盾 王宇森想到了 另外一个解决办法 扩大种地面积 提高农机设备的使用率 王宇森决定 做一次尝试 他和父亲流转承包了 三百多亩地 并且通过政府补助 和银行贷款的方式 购买了拖拉机 收割机 无人质保飞机 等农机设备 在各型农机 设备的助力下 如今三百多亩地 只要两个人就能管理 而在过去 至少需要七十个人 才能完成 由于省下了大量人工成本 王宇森做到了 年盈利三十多万元 只要不到三年时间 购置设备成本就能收回 至此 一个全新的想法 在王宇森脑海形成 能不能利用自家的农机设备 以成本的价格 在耕种管收环节 为农户提供服务 这样 不仅各个农市环节 紧密衔接 农户也不用担心 找不到卖客了 我们做到了全流生化服务 他们的作业时间 我们都可以把它衔接得非常好 不过 虽说是用成本价格提供服务 但操作设备的人工费 燃油费 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农户 把成本均摊下来呢 王宇森没有料到 村民们对他提出的托管服务 并不感兴趣 就在王宇森 为得不到农户支持 而发愁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 让他直冒冷汗 这麦子怎么了 原来麦田里有不少小麦 得了白粉病 白粉病会严重损害 小麦叶片制造养分的功能 并且具有传染性 如果不及时打药处理 将大大降低小麦的产量 其实种植户也发现了 小麦生病 并且也打了药 但是这个药只是给田耿边麦子打了 里面的并没有打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地里的麦感已经长得很高 如果下去打药 就会采坏麦子 导致减产 其实在村子里 得白粉病的麦子 并不止老王一家 周边还有八百多亩麦子 都得了这个病 但大家的处理方式 出奇一致 看着发愁的老王 王宇森二话不说 回家取来了 无人植保飞机 不到半小时 王宇森就帮老王的十几亩地 打完了药 而且他还主动地帮周边的农户 完成了八百亩地的撒药工作 这才过去 仅靠人工 至少要干上十天 不需要吧 虽然智能化的农机设备 高效地帮农户们 解决了病害危机 然而 就当王宇森想趁热打铁 进一步介绍托管服务的时候 还是吃了闭门羹 你们现在这个肥 花多钱吗 只要一包都快 我一家都是太贵了 他学书是大压生 那一次才开始 他真正学教的学书就是在手本上 乡亲们的话 让王宇森陷入了迷茫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他不懂农业 也不愿意接受托管服务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农户们并不接受托管服务 王宇森有些垂头丧气 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个 提王宇森能化服务的时辰 就是你要让他们 投资一下 受了打 他就回到你回报里 这个你要只敢考虑 父亲的话 让王宇森恍然大悟 原来 王宇森的托管服务 只是减少了使用农机这一环节的成本 而忽略了其他农事环节 例如化肥 农药等成本的支出 看来 要想争取农户加入托管服务项目 那就必须先想办法帮他们省钱 在以往 农资产品都是农户自己去购买 就是所谓的零售 如果是批发 那价格就大不一样了 有五个木的花子 十三块钱一木吧 一位三块钱一木 要是能一个 这个 一千木 一千木是更的 七万木的 你自己 七万木的就是 一位五块钱一木吧 那再多呢 一路呢 达到三千木 我给你四块 三十块钱一木 三千木 三万块钱一木 三万块钱一木 活动中 还有很多农资消耗品 如果每个环节 都能通过批发的方式采购 种植成本将大大降低 一箱有七千多块钱 七块五毛三 但他给我是七块五 也就省了几百块 但是很多个几百块加起来 那就很多钱了 假如说更多的农户 选择了这个模式 我的作业量上升 对这个农户的种植成本 是一种有效的降低 晚上七点多 忙活了一天的王雨森 也回家了 还是老习惯 再晚再累 他都会玩一会儿游戏 而且一定是种地的游戏 所以我讲 你这真的是没有意思 生活中就是事业上种地 怎么晚上回去 在电脑前还要种地 也憧憬着未来能够有机会 所以说是开上就很清净现代化的东西 第二天 王雨森再次找到了农户 给他们算起了种地经济账 种地成本问题得到了解决 不少人的态度慢慢开始转变了 王雨森趁热打铁 邀请农户们到自家的机库里参观 随着王雨森的详细讲解 农户们进一步了解了托管服务 很快 王雨森得到了周边200多户农户的支持 获得了3000余亩土地的 全流程托管服务订单 去年那种农户教的都是满社会 我要是五三五岁就好了 我也可以跟小王一样 搞一个全城保护的特务 六月 小麦成熟 王雨森驾驶着收割机 飞驰在金黄的麦田上 农民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职业 农业真的是万物的基础 什么事都得吃饱饭才有力气感 我的成就感就来源于他们的喜悦 如何把他们的粮食种好了 如何服务好他们 让他们更加开心 这就是我这种油感 经过王雨森的努力 农积又快又好的将地里的麦子收割完毕 这能给小面积耕地 机械化生产难题 带来怎样的新思路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在我国 很多农村面临着小面积耕地 机械化生产难以实施的难题 九五后新农人王雨森 探索出了一条可实施的农业托管服务模式 他服务的农户们 不仅从繁重的农事劳作中解放出来 每亩地还节约了五十元的种植成本 王雨森相信 将有更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回到农村 为乡村振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